这足够的推进到前场的时间 对 5秒钟 如果北 诶 有机会 比较 跃进3分 靠脚 3分5空 居然杀北空 而且24.5秒你这边打完之后啊 可能还得战术犯规了 对啊 嗯 先来看一下这球 先把球发出来 发远端找汉密尔顿 这战术成功了 好球啊 3分名中 只用了3秒钟 还升4分 这边呢 马布里赶紧请求了一暂停 这战战术啊 如果有回看的话 大家可以再看一下 直接传远端啊 对 其实这种球还是挺容易失误 是啊 也只差4分啊 犯规 犯在了孙岳的身上 犯规 犯在了孙岳的身上 第一罚有了 2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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全中 对 全程一起来 这时候还冲一个 2加1 哎呦 这种球怎么能翻规呢 你放他去2分啊 对啊 这边又打成2加1 2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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3 2 2 北京队只知道1分了 这还是有机会啊 有机会 这就是 其实到了关键时刻 没错 确实能够看出来雅尼斯 最后的这个战术 包括运动员在比赛中的这个 对于比赛的感觉 还是要更瘦 更胜北空这边一招 没错 下面盾掉你三分球 嗯 还差19秒 哎 第一罚不错 挤2分 这加持 两罚一中 7.4秒 对 这足够的 推进到前掌的时间 对 5秒钟 陈小春 有机会 低脚 卷积了3分 好久 3分5够 绝杀北空 事实证明啊 事实证明 两支球队虽然说在阵容方面 嗯 有很多 越来越接近 和前两三季越来越接近 但是 北京手刚 确实是更好的那支球队 没错 他们在进入到19秒的时候 还落后6分 对 在这19秒钟里 北京手刚没有浪费任何一秒的时间 嗯 而北空连续犯了三个错误 对 张帆的犯规2加1 然后福格的两发一中 汪子瑞的两发一中 哎呀 相信这个夜晚对于 马武里对于 北空的所有队员来说都是 非常难过的一天 那小春最后这突破啊 哎 第一脚朱燕西面前 为什么没有人 这球是孙东霖过来去协防了 对吧 孙悦过来协防了 嗯 手上也是打了一个第四阶子绝地反击啊 对啊 而且熟悉主演区的朋友应该知道 这个点是他的必杀点 没错 曾经呢多次在 嗯 不过来的 对于他呢 对于他呢 我们在第四阶子没有更好地实行出来 我们应该表现出来的内容 我们要学习 我们要在第四阶子的关键时刻 如果打球 在这方面更好地实行 我们会学习 我们要学习 在第四阶子的关键时刻 如果打球 在想而更好的实行 我们也会学到 我们也会学到 我相信我们会学到 我们会学到 然後當時間轉動,這不是很難失去 不僅是隊員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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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隊員 而是每一個支持我們。 這就是一種很深的教訓,我們也會從這一個實力當中吸取經驗的教訓, 爭取,隨著時間的進行,我們球隊變得越來越好。 不?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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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?